中美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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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表示 在此次审核过程中 山东中美集团 材料准备充分 受审核部门 及相关人员配合积极 希望下一步继续发扬 攻坚克难的精神 争取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工作方面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美集团长期以来 一直秉承 信誉是生命 质量求生存的发展理念 自取得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以来 在企业管理体系工作方面 不断进行积极探索 促进了公司内部管理的 标准化 程序化 规范化 相信此次质量管理体系的 副审 将更好的促进集团 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 使集团质量管理工作 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1月5号下午 景年市高新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李世平 与山推集团考察团一行 立临山东中美集团 就双方优势互补 工程机器制造 电商平台服务建设等方面 进行实地考察 中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瞿青 常务副总经理韩勇 副总经理李振波 樊培工 孙世勋等领导陪同参观 来访领导一行 先后参观了集团 四大电子商务公司 跨境电子商务公司 网络信息公司 软件科技公司 维信农业科技公司 和智能装备生产车间 集团副总经理李振波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 两化融合 与电商平台建设方面 做了详细的介绍 并重点介绍了 集团生产经营状况 及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运营模式的成功经验 山推集团考察团 对中美集团在 工矿设备销售 贸易出口 平台构建与维护等 相关方面做了重点调研 并对山东中美集团 完善的电子商务模式 给予了高度评价 座谈会上 韩总指出 此次山推集团 与中美集团的深度合作 正式为双方 就互联网时代 与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 以拓宽合作渠道 提升合作层次 加强软件研发 电商平台建设 等多方面合作事宜为契机 共同努力促进锦宁市 乃至山东省工程机械 与定商产业的繁荣发展 11月6号下午 工信部两化融合处处长 王建伟 在市经信委副主任 王又斌 市经信委软件和服务科科长 胡建国等领导的 陪同下 丽临集团 就集团两化融合创新 电子商务 国际贸易 大数据 云计算 进行实地调研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1月6号下午 工信部两化融合处处长 王建伟一行 在市经信委副主任 王又斌 市经信委软件和服务科科长 胡建国等领导的 陪同下 历临山东中美集团 就集团两化融合创新 电子商务 国际贸易 大数据 云计算 进行实地调研 中美集团董事长 兼总经理瞿星 常务副总经理韩勇 副总经理李正波 樊培公 孙世军 弹公室主任 关成辉等领导 陪同接待 王处长一行 在曲总的陪同下 先后参观了集团 四大电子商务公司 跨境电子商务公司 网络信息公司 软件科技公司 和微信农业科技公司 曲总就集团 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及自主运营的 四大平台的运营情况 做了详细介绍 并重点汇报了近年来 集团在信息产业 高科技农业 智能物流 高科技服务外包 智能装备制造 五大行业的发展成就 王处长指出 中美集团作为 传统工矿机械企业 能够在经营模式上 大胆创新 成为全国集成 创新试点企业的典范 下一步 要把中美电子商务 科技产业园区 作为全国两化融合 创新学习的调研基地 把中美集团成功转型的经验 做法向全国进行推广 曲总表示 非常感谢王处长 及各位领导 在百忙之中 立临指导 中美集团一定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 充分利用集团 在全国两化融合 创新发展中的独特优势 与大家共同分享 企业两化融合 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为全国两化融合的创新发展 做出应有贡献 10月7号上午 景宁市互联网家 工业融合创新专题报告会 继第15期民营经济大讲堂 在景宁市仁城区政府会议室 隆重举行 山东中美集团应邀参加 集团董治长及领导班子领导 出席大会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0月7号上午 由工信部两化融合处处长 王建伟主讲 由景宁市人民政府主办 景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景宁市中小企业局 景宁市财政局 和景宁市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中心承办的 景宁市互联网家 工业融合创新专题报告会 继第15期民营经济大讲堂 在景宁市仁城区 人民政府会议室隆重举行 山东中美集团 作为国家工信部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试点企业 应邀参加 中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瞿青 常务副总经理韩勇 冯振英 副总经理李振波 樊培公 孙世军等领导出席大会 大会由市经信委副主任 王又斌主持 王主任首先阐述了景宁市 为发展互联网家工业融合 创新的决心和力度 并代表景宁市中小企业 及电商企业 欢迎王处长给景宁市 众多电商企业和中小企业 指出两化融合的重要方向 王处长在大会上 以顺应互联网家趋势 加快推进实施 中国制造2015为主题 发表重要讲话 在大会上 王处长言简一概 以成功的企业为案例 以事实为依据 深入浅出的讲解 互联网家工业融合创新的 可实施性与必要性 并多次在大会上提到 通过对中美集团的实地考察 肯定了中美集团 在互联网家工业融合创新上的 发展模式与突出成绩 王处长认为中美集团 走在了全国互联网家 发展模式的创新前沿 在全国两化融合的 创新发展上 走在了众多企业的前列 中美集团在国内 电子商务发展 及传统机械制造产业 互联网化的融合中 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 正是企业高层领导 看到了两化融合发展的趋势 必将为企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 中美集团领导 通过参加此次大会 进一步明确了 互联网家工业融合创新的 着力点及发展方向 再一次明确了 国家及其工信部 对互联网家工业融合创新的 相关政策 为中美集团在未来 互联网家工业融合创新中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0月7号上午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某矿山客商 利林山东中美集团 就设备采购的相关问题 进行参观考察 山东中美集团 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江朝向 高文雷 高亮等领导陪同接待 并对客商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此次印度尼西亚客商 考察采购的产品 主要包含喷浆机等 多种矿用设备 客商一行在国际贸易公司 领导的带领下 参观了集团智能装备 制造车间 在生产的第一现场 认真观摩了设备的生产流程 查看了样品 技术总经邵华 就产品的操作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说明和介绍 印度尼西亚客商表示 中美集团强大的集团实力 和过硬的产品质量 非常值得我们合作 当即签订采购合同 印度尼西亚客商表示 希望以后能够与我集团 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共同推进中国 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往来 为提升广大职工消防意识 普及防火灭火知识 增强员工在火灾中互救 自救能力 10月31号下午 山东中美集团 举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和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办公室 保卫室 以及各分公司 消防专员等 参与了此次培训 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冯振营 亲自为大家进行了现场培训 此次消防演练 让集团员工 进一步掌握了火灾 等突发事件的处理流程 提升了员工 在预险时的协调配合能力 消防实践演练 达到了预期效果 获得了圆满成功 11月4号下午 四川成都客商 订购的50辆矿用平板车 在山东中美集团 智能装备生产车间内 正式验收合格 并装车企业 即将发往四川省成都市某矿山 11月5号上午 山东科技大学控制工程 与机器人技术研究所所长 山东科技大学 机电学院院长助理 宋敬军一行 立临山东中美集团 就学院校企合作 机器人研发 智能车间控制系统 以及电商平台销售等 事宜进行合作下谈 山东中美集团 副总军理李正波 李兆鹏等领导 在集团会议室进行座谈 11月10号上午 中国最大的搜索技术 和内容管理技术供运商 国内领先的企业大数据 解决方案提供商 北京脱尔斯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专家 周扬 疫情 立临山东中美集团 就互联网加时代 企业大数据平台建设等 相关问题进行了洽谈合作 中美集团副总经理 李正波 李兆鹏 及各分公司负责人 参加了座谈 网络最新资讯 关注社会外向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近 本期关注 图片中为我们讲述的是 一位泰国时荒女孩 成为选美冠军的传奇故事 她在获得选美冠军之后呢 后顾及待的 带着桂冠及世代回家 像还在整理回收物的母亲 跪拜以表示感恩 成为网络上的一段家法 来自美国北兰州的 17岁女孩阿敏 是今年泰国选美比赛的冠军得主 但在光鲜的舞台外 其实她已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 阿敏家庭清平 从小家里就以食荒为生 高三毕业后 因为经济因素无法继续学业 只好选择工作赚取大学的学费 在此之前 这位十几岁的女孩已经做过不少工作 比如卖二手衣服 或是帮助家里的食荒生意等 后来 在泰国选美圈的亲戚 尽他们一家生活不易 于是带阿敏报名了 正好赶上档期的选美比赛 更没想到的是 阿敏在比赛中不畏出身贫寒 努力展现自信一面的形象 一鸣惊人 一路拼搏直到摘下桂冠 阿敏获得选美冠军后 迫不及待地带着桂冠及世代回到家里 跪拜母亲以表示感恩 阿敏自己表示 自己能有今天也是源自家里食荒的支持 大家都靠自己的双手努力赚钱 所以一点也不会因为母亲靠食荒为生 而感到羞愧 阿敏虽是泰国女孩 但是感恩是不分国界的 父母抚养我们长大 对子女恩重如山 乌鸦上有反骨之恩 更何况作为万物领长的人类呢 我们更应该从点击做起 感恩父母 大家好 我是中美集团成品解说 由万娜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款 由山东中美集团自主生产的 CDH-Y型液压缓冲滑动式挡车器 CDH-Y型液压缓冲滑动式挡车器 是山东中美集团在前几代挡车器基础上 改进成功的新型挡车器 具有结构合理 制动力大 缓冲效果好 耐冲击速度高 安装容易 维护方便的特点 可广泛适用于各种铁路尽头线 特别适用于地铁 轻轨 城市轨道交通 及城际铁路的尽头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挡车器的结构 分别由缓冲头 主体架 平衡架 阻尼器 液压缓冲装置等 为了提高挡车器的抗冲击能力 和有效的保护车沟 CDH-Y型液压缓冲滑动式挡车器 在缓冲头与主体架之间 装有液压缓冲装置 调节压力阀的开启压力 即可改变缓冲油缸作用力的大小 缓冲头中心距离轨面高度 为850毫米 其他高度可根据用户提供的 车沟特殊设计 允许车辆冲击速度 按结构强度 分为以下4个档次 挡车器水平总阻力 按阻尼器的不同配置 分为以下3个档次 好了 到这儿 本期产品就给您介绍到这儿了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 或者购买产品 都可以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 或拨打我们的销售电话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到这儿 本期中美新闻联播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新闻线索 或者对我们的栏目有什么好的建议 都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旺旺群号 告诉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